好的 那我们开始进入到今天新课程的学习 前几个星期我们把关于什么时候我们Tai那个剧型的复习讲了好几堂课 那我们这个长的这个课程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要进入了一些新的课程的学习 这个课件在上周发给大家了 里面修正了一些内容 这个课程稍等我把它放到最前一页 这个是讲到了关于这个与人叙旧 就是很长时间没有见面的两个人的一个对话 然后呢这里面也有一些新词 它里面有一些中的单词有单词表 它的这个对话非常简单 就是Peter和David这两个人 Peter和David他们两个人很长时间没见 然后呢等于没见以后遇到一起打了个招呼 总共就三句话 那就先听一下 然后我们进入到这个具体的单词的学习 以及讲解当中 我们再聊一下 我们再聊一下 那这里面涉及到 这新单词比较多 设计到新单词比较多 我们基本上都是 这个上面是拼写 基本上都是新的词汇 除了一个Nahong这个词之外 大家原来接触过 稍等 那我们就先把他的这个单词表 把他的单词表先抄写一下 然后我们进入到讲解当中 稍等 好 我看到大家抄的差不多了 OK 那这里这一张表 这一张表主要是第二 这个刚才我们一共有三句话 主要是第二句话 比较长的第二句话 第一句话就是打招呼 我是爱Peter 然后这个Peter听到了以后 跟大卫打招呼 说David 然后就说了这一句话 就是说了这张表里面的 这四个词 一二二五 这四个词 那这四个词加在一起 是完整的一句话 我们先把这四个词 把它一个一个的练一下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一起 读就很顺利 好 那大家抄的差不多了 我们就来练习 读这几个词 那第一个词呢 是以经这个词的副词 它是Kvar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我拼读的时候 这个K 后面加了一撇 其实不加也没有关系 它是两个辅音 在一起 所以它是Kvar 学家不太会读的时候 一开始读 可以把它读成K也行 Kvar 但是要知道 这个音是非常短的 是非常短的 所以它等于说是 等于说是一个 等于说是一个 就是略读的音 它中音在后面 中音在 你看那个 总共就只有一个原因 所以肯定 中音在这个 原因R的上面 Var 大家体会一下 后面 第二个词 跟它第一个词 中音都一样 都在后面 第一个词呢 它那个 后面呢 它是没有 没有文音 A或者A 或者E 或者O 或者U的 它就是直接是一个 非常轻的一个音 Var 我们把第一个和第二个 放在一起读 A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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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ar这个词呢 它是一个过去式的单词 它是La Avoir 这个词的 过去式 第三人称单数阳性 Avar 可以 就是表示 过 过去 Past 英文 就说得比较清楚 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 所以 这是一个动词 所以 Kvar Avar Kvar Avar 放在一起呢 它就是表示 已经过去 已经过去 Kvar Avar 说明的两个词 表示很多时间 那我们待会再读 一个两个 Kvar Kvar Avar 然后 我们先把这两个读一下吧 大家可能 有些人不一定 顺口 好 我们先试一下 好 那我也先来 读第一个和第二个词 谢谢老师 我是王一鸣 你是来读吗 嗯 好的 王一鸣 请练习 Kvar Avar 谢谢 谢谢老师 嗯 好 谢谢王一鸣 就是注意哈 这个Kvar 这不是Kvar 这个 这个书面呢 它是没有 没有原因的 但是你读的时候 可以稍微带一个 A的音也是可以的 Kvar A 可以读成A Kvar 但是它的中音的后面 Kvar 然后你会越来越 就是读得熟练了以后呢 就读成Var 它那个K的后面是没有音的 你慢慢练 但是不要读成Kvar 它不是Kvar 它没有A的音哈 就是这个K后面 没有A的音 所以它在这里标得很清楚 Kvar Kvar 第二个Avar 没问题哈 好 谢谢王一鸣 好 下一位哪位来练习 Kvar Avar 谢谢老师 嗯 很好 谢谢王方老师 没问题哈 说得很清楚 好 我们继续练习 夏老师 我也练习 谢谢 好的 Kvar Avar 谢谢老师 嗯好 谢谢 谢谢雪冰姐妹 好 没问题哈 好 大家继续 这个阿书 我可以试一下吗 好的 Kvar Avar 好 谢谢老师 好 谢谢各位老师姐妹 老师一样哈 你跟王一鸣的问题 是类似的 就是读成了Kvar Kvar Kvar 好 谢谢老师 对 好的 那你开始不会读的时候 就读成Kvar 然后慢慢的来 一点点把前面的音 把它省掉 好的 谢谢老师 好 我们继续 下一位 那希望 这我试一下 嗯 好的 Kvar Kvar 谢谢 嗯 好 谢谢刘俊姐妹 你读得很清楚哈 那个Kvar 它就很清晰 是个非常短促的音 好 我们继续 好 谢老师 我也来试一下 好的 Kvar Avar 嗯 很好 谢谢刘俊姐妹 得 好 下一位 然后又来练习 是Mini 我能试一下吗 好 Mini请练习 哇 哇 请再读一遍 哇 哇 好的 谢谢Mini 这个V的音哈 这是你的挑战 我发现是方言的缘故 嗯 它是在上 上 上牙 咬下嘴唇 嗯 Var Var 这个 你要挑战的 其他的人 好像没这个 没这个问题 Var Can I try 继续喊 好 Melody 请练习 OK Avar 谢谢老师 谢谢Melody 第一个我没听见 第一个 那个Var OK Kvar Avar 谢谢老师 嗯 好 谢谢Melody 很好 读得很清楚 Var Avar 好 谢谢 还有没有人要练习 呃 谢老师 我尝试 谢谢 嗯 好的 潘老师 请 嗯 Kvar Avar 啊 谢谢谢老师 嗯 好 谢谢潘老师 没有问题 谢谢 还有没有人要练习 还有吗 今天我们从简单一点的开始 大家慢慢进入状态 还有没有 好 没有了是吧 好 没有了 没关系 啊 我们后面还有练习 因为会把这些词连在一起读的 好 那 嗯 那 那Avar这个词 它是过去诗哈 它的这个 我们比较圆形 它的不定词 它的不定词 L'Avar L'Avar 它的不定词 大家注意到 它和Avar一样 中音到后面 L'Avar 如果我们看到它的拼写 就可以看到 Avar 是三个字母 Ain Vet 和Gresh 这三个字母 和上面的Kvar很像 就第一个字母不一样 Kvar的第一个字母是 是这个Klaf 是吧 所以发K的音 Kvar 它是Avar 第一个是Ain Ain就代表了这个 外体的这个A的这个原因 所以这两个 大家可以看到 这种区别就在这里 那 L'Avar呢 它就前面加了个Lamed 以及这Vet 后面加了个Vav 大家抄的时候 应该注意到了 这两个之间是 是有这种 好像包含关系 你看L'Avar 它里面包含了 这三个字母 包含了这三个字母 那我们以后 会有机会把这个 Para的动词 就是这个 词镜这里看到 这些的 Para的动词 就是七大类动词 当中最简单的那一类 我们接触了很多 这些Para的动词 大家可能已经 基本上摸出了一些规律 就是Para的动词 它前面第一个 是一个Lamed的字母 然后后面的呢 它变形了以后呢 会把这个Vav 就是它的 定词当中的这个Vav 提到前面来 就变成Overe Overe是它的 现在时的 现在时 就是拼解的 也就是在这个AIN 和这个Vet之间 加上这个Vav 就是叫做第二个字母 把它加在这儿 正好跟这个下面 这个二和三字母 调过来 然后去掉的一个字母 就是它的 现在时 现在时 单数阳性 Ani Overe 就是 I pass 什么 我经过什么什么地方 我度过整个早晨 都是用这个词 Overe 那今天我们没有在这里学 因为在这个句子当中 我们直接就学到了过去诗 是Vav 是不同的读法 拼写也不一样 它的 少了这个Vav 它读着这个AV 今天我们没有学Overe 以后 有机会在别的例句当中 可能会经历到 以及我们以后 会把这个Vav的动词 它的拼写 怎么变形的这个规则 变形了以后 大家就会有印象 这里只是带 带过一下这个 LaVo这个词 AVo是它的这个 Vav这个词 这个家族的 好像代表词一样 知道这个词 它的编制是什么 然后再去找它的各个 不同时态的变化 在Payah Lim 那个网站上 大家可以去查 你遇到一个新的单词 你也可以去查它的 现在时 过去时 将来时等等 它的变形是怎么变化的 好 那就讲多了 就是LaVo这个词 它和Avar 它们属于一个夹子 是一个单词的不同变化 这个叫LaVo LaVo可以看到 O的这个音 是根据Vav这个音 读出来的 LaVo LaVo 这有两个A音 LaVo 那这个词 是新的词 副词 表示很多 Many much 都是代表 就是这个 Horbe这个词 但是我们后面会继续讲到了 它和我们原来讲到了 这个LaV 也就是 Toda Rabba 那个RAB 它是 从 就是 另一词 都是表示很多的意思 但是它们在使用上 是有一些区别的 在这里面 Horbe 和LaVo 一样都是表示 Much 很多 在这里面 它是用在 这个修饰词 时间的前面 Horbe Horbe 我们先把它这个词读会 Horbe 听起来像Horbe一样 Horbe 后面有一个A的音 Horbe Horbe 中音在后面 Horbe 你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学的单词 中音在最后一个音节 LaVo LaVo Horbe Horbe LaVo Horbe 好 剩最后一个了 时间 Zman Zman 这个跟前面那个Kvar一样 它这俩辅音连在一起 算是给大家的一点挑战 但是我们这方面就多练习吧 越练越好 Zman 前面这个Z 就是读 Z 好像 这个电流 这个声音 Zman Zman 大概是这样 LaVo Horbe Zman LaVo Horbe Zman 把这句词都读一下 LaVo Horbe Zman 把它都演示了一遍 现在进入到练习 那我们直接进入到练习当中 那这个第二句话 第一句话说的是Hi Peter 就是跟Peter打招呼 Peter听到了以后回答说 LaVid 跟Gawei打招呼 Peter说的话 LaVid 打Bid什么呢 他说了四个词 第一行 第二行 第四行 第五行 这四个词 我把它放在这一页 大家就直接读这四个词 就是分的读这四个词 可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前面那两页 看到没有 他说Hi Peter 不是Hey 这个没关系 然后他回答 David V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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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man 这是一句话 这句话 只是很长时间 都过去了很长时间了 VaVaVaZman 就是刚才我们练的几个词 除掉了LaVo 这个词 因为LaVo 是AVaVa 这个词 它的不定是 等于说 把这四个词 放在一起 VaVaVaZman 我们来练一下 读这句话 David KvaVaVaVaZman KvaVaVaVaZman 好 未来 没有了 刚才我们读完了 这两页的内容 就是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 是这里面 我刚才我们读到的 KvaVaVaZman 这四个词 那对应的这个解释 我们先看一下 然后再到后面 那一句话的 这个学集 它的这个意思 是 翻译过来是 It's been a while 是吧 It's been a while 但其实它的意思 它直译应该是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 KvaVaVaZman KvaVaZman 过去时 度过 经过 所以它是反过来的 然后 Harvey Smart 就是那个很多 Smart 是时间 所以它直译应该是 Much time has passed already 已经过去 就很长时间了 那 转化过来 就是说 已经好久没见了 它就要表达这么一个意思 已经好久 已经好久了 这个没见 这个话呢 是含在里面的 这个字面上是没有 没有没见 这两个词的 这两个字的 对应的内容 但是这句话 说出来 是要表达 我们好久没见 KvaVaVaZman 就是这样 这个 Peter 就对着大卫 说了这样一句话 KvaVaZman 刚才我们大家都练习了 已经说了一遍 说得挺好的 好 那我们把 这个Peter 向大卫 说的这个话 已经 这个讲解和练习完了 那就等到 大卫向Peter说了 大卫说了什么呢 我们往上看 把这个音 再听一遍 听听他说的内容 嗨 Peter David Kva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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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Zman Nachon Habezman Loytrain 好 这里涉及到 一些新单词 这张表我们已经抄完了 后面回答的这句话呢 有几个新词 我们 我把它放在一起 实际上只有两个新单词 第三个词呢 Legitode 是我们经常用的再见 我把它放在一起 好 那Habezman 和Habezman 这两个词是新单词 请我们抄一下 第三个你愿意 也可以放在一起抄 它和Habezman 是同一个词的这种不同的形式 好 那我们抄写一下 快的 再稍微再等一会儿 好的 大家的进度都要快 那我们进入到讲解 这几个词 先把它读一下 好 第一个词 Nachon 这个词比较好读 就两个音节 Nachon 这个词原来我们是学过的 在唱Legitode那首歌的时候 在我里面重新建造那正直的灵 那个Nachon 这个正直的灵 就是这个词 Nachon 它在这里表示正确 真实 说的这个词 它在句子当中呢 它用Nachon这个词表示 对 你说的对 是的 正确 Nachon 一个在口语当中 经常会使用的词 Nachon 读音也比较简单 两个音节 中音在后面 Nachon 那后面 这个 Nachon 这个词有点拗口 有点拗口 它是 它的意思是 拗面 然后 还有一个含义是 再次见面 这个很重要 因为 它的不定式 这个词呢 Legitode 它就是要表达 到 直到下次再见面 直到下次 我们再见面 这样一个 to see each other again 这个意思 所以它 我们在 我们平时在说 Legitode 再见 它的意思 这个词 是这个 这么一个词的 它的这个不定式 要表达 我们下次再见 直到下次再见 那 它的这个 在这个 今天我们课程当中呢 学的是 它 一个过去词 是 一人称 附属阳性的 它 读音 稍微有点不同 那前面 是一样的 Hit Ra 这个会放在下面的 Hit Ra 是一样 可以看到 多一个类而已 把这个类去掉以后 Hit Ra 这里是一样的 Hit Ra Hit Ra Enu Hit Ra Enu 或者是读音 Hit Ra En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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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t Hit Ra Enu 它就是 今天的句子 能够到 Hitra Enu 这个词 Le Hitra Ot 这个大家已经都会读了 就是再见 我们平时说的 那重点我们把这两个词读会 Nah Hon Nah 这个词特别傲口的 Hit Ra Enu Hit Ra Enu Hit Ra Enu Enu Hit Ra Enu 中音的最后这个A 上面 Hitra Enu Hitra Enu 好 大概是这个读法 是这么读的 The Hit Ot The Hit Ot 中音的O O 上面 好 那我们来练习 来读一下 有点拗口的这几个词 好 那我一 鸡兄姐们先来评试 这个 这里面是涉及到几个 声单词 那我们就把它直接放在这个对话当中 大家稍等 我们回到刚才 回到刚才这个对话 第一个 这个 大卫 A是大卫 B是Peter 那 A 说的第三句话 第三句话 Nahon 就是刚才我们已经学过的 大家都学过了吧 No 就是没有 表示否定 No 的意思 Hitra Enu Hitra 刚才我们读的 在这句话的放到最后 那就回答 Nahon 是 很长时间 我们都没有见面 Hitra Enu 的意思就是 我们见面 而且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它是过去时 那这句话放在一起 就是 它 它 表达的意思就是 是啊 很长时间 我们都没有见面 Abism 是很长时间 No 是没有 Hitra Enu 是我们见面 Nahon 就是正确 是吧 刚才我们已经 在单词表达中超了 所以这句话表达的就是 你说的是 很长时间 我们都没有见面 这么一个意思 好 那我们把它读一下 Nahon Habisman Lohitra Enu Nahon Habisman Lohitra Enu Nahon Habisman Lohitra Habisman Habisman 前面我们已经练过了 Habisman 都没问题 Nahon 刚才大家读得很好 就是最后这个Lohitra Enu 稍微注意一下 其他都没有难度 Nahon Habisman Habisman Lohitra Enu Habisman Habisman Nahon Habisman Lohitra Enu Habis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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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可以看 可以听到 那就这样一个往下 往下走 这样一个整个调子就往下走 表示肯定 他说你说的是 你说的对 很长时间我们没见面 好 好 那我们开始练习 补第三句话 稍微有点长 但是今天我们要练习的 就是在这个部分 好 有没有人要 好 那我们 还有一些时间 我们把今天 这个对话大家都练习完了 那单词背后的这些扩展 我就给大家讲一下 好 好 这些我们都抄完了 那这一个刚才已经讲过了 Kavava Havazman It's been a while 它的好久没见 已经好久没见了 Much time has passed already 是它有执意 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 Kavava Havazman 好 那 因为我们在看到这些 罗马拼音的时候 很容易靠它 所以大家还是要 多熟悉 它的原始的拼写 Havazman 所以看到这两个词的 这个拼写 Havazman 是Kav开头 Havazman 是Ain开头 其余的 写法是一模一样 Havazman 最后有一个 结尾是有一个Hade 它的重音在后面 所以它读成 Farbe 这个Vet 变成了B的音 中音在后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中音在 中音在这个上面 读音的这个上面的时候 Vet 就要读成Bet 它发B的音 而B Zman Zman 这个Zan的这个后面 没有原因 好 这是这句 这句话的解释 那 第二个 第二个是 Havazman Lohitraenu 它翻译过来是 Long time no see 好久不见 那它的直译呢 是我们 好久没有见了 这个Hitraenu 刚才我们已经解释过了 它是第一人称 富庶阳性 过去时 表示 与此见面 再一次见面的意思 所以它说 Lohitraenu 是我们 不见 Bet 是我们好久不见 所以它 这是它的 直接翻译过来的 这样一个 意思 所以我们看到 它虽然说了 两句话 有一些地方 是 这个 共同的 Gava 还有Bet Zman 是 已经过去很久了 说了这么一个感慨 然后 这个 第二个人 他就说 是的 你说的对 我们好久没见 这是它的这个 两个人分别说的这个话 说的内容 那第二句话 就是要强调了 我们 没见 我们没见 Lohitraenu Hitraenu 就已经把我们 所谓这个见面 这两个词 这两个这个 意思 这两个意思 我们和见面 这两个意思 都暗含在里面 放在一个词里面 这是我们 在学习伯拉语的时候 大家会注意到的 它词性的 这个词的 这个变位的不同 把主语 已经包含在里面 把主语我们 包含在这个 Hitraenu 这个词里面 Lohitraenu 只是表示 否定 不 没有 这个意思 所以它 Hitraenu 这个最后 虽然这个词 在最后 但是它 把这个主语 是放在里面的 好 这个地方 应该大家都 已经明白了 一个是 时间过去 很久 时间过去很久 一个是 我们好久没见 是今天 在学习的 这两个 关键的 两个句子 它的这个 具体的意思 我们好久没见 这是 这两句话的意思 这个在 因为在 个电上 我们已经发给大家 只是这个直译的部分 我原来忘记改 好 这就把它改过来 好 其他大家可以下去 再继续看 好 那我们继续 那把这些 这些词呢 大家在课间上看了 每一个词 它在给出 具体的一个 例句 在具体的例句当中 因为刚才我们 在那一个句子当中 大家可能对这些词 是没有一个感触的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 这是 我已经看到他 那这几边有几个词 是我们已经会的 比如说 我们已经学会了 就是我 就是这次的这个词 我已经 怎么样呢 老师 说话这人是难的 在这种 看 现在时 第一人称 不是第一人称 就现在是阳性 单数阳性 单阳 如果说话的人是 女性呢 就要说 罗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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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阿是 他 这个女 他 单数 女字旁的他 表示 做宾语 罗阿 如果是男性呢 我看见 男他 这个罗阿 就不一样 之后这个罗阿 要改成罗阿 好 这是 非常简单的一句话 我已经看到他了 I already see her 我中文没写上去 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已经看到他了 好 我们可以把它尝试读一下 今天可以练比较多一些 好 把文件来 这个句子是比较规整的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好 这里看到Avar Avar 好 在这里面呢 我就把它的这个 现在时 Avar的这个词 也就是说 Avar这个词 它的现在时代 把它拿出来了 这里有一个新单词 大家不要怕 Nichter Nichter这个词 是桥的意思 桥 我这里没有写中文 对不起 因为它这 这些是英文 He is passing the bridge 他正在经过那座桥 这个意思 他正经过那座桥 他正经过那座桥 那就是 Who or where A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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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谁能够回答 为什么这里要有 at 我们原来讲过的 这里为什么要加个at 有没有人能回答 这句话的意思是 他正经过那座桥 或者是他经过那座桥 这是现在时代 Avar 是经过 Avar 这个词的 单数阳性 有人能回答吗 这里为什么要加个at Who or where Avar 为什么不是 Who or where Avar 发正经过 那座桥 看看大家还记不记得 原来讲的 一法的点 我记得了吗 有人记得吗 老师 我可以试着回答一下 是不是 是不是特定的那座桥 就要用特定的一个地点 我记得 老师讲过要用一个at 是不是 是的 是的 我们当时讲了几个条件 一个还有专有名词 前面也叫at 那 这个地方也是 那座桥 它有一个harp 你可以看到 在英语里面是 passing the bridge 你可以看到 Glecher这个词 Glecher 最后这个字母 最后这个单词 前面有一个hey 前面有个hey 它其实它本来的单词 是email ping 和rash 这个后三个字母 我把这个鼠标拿过来 就这个词 Glecher 它是桥的意思 它前面加了一个 加了个字母 hey 就是ha glecher 就是那座桥 这里稍微加了一个单词 但是大家不要怕 像这种 比较简单的一个 简简单单的词 为了帮助我们理解 over 或是avar avar 这个词 它是hu over et aget 所以 桂兰姐妹回答是对的 这个at 出现在这里 在一个普通的名词 前面 普通的名词 做宾语的时候 如果它出现了hug 就是这个字母hey在这里 表示它是一个特质桥 不是它 不是它 经过任意一个桥 随便某一个桥 而是特质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 比如它上班就要经过的一个桥 或者上学要经过的一个桥 大家门口的一个桥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了 在这里 就是在说这句话之前 这个 已经提到了这座桥 在这里面呢 就会特质 就是那座桥 说的人和听的人 读者 听众等等都明白 究竟指的是哪座桥 所以在这里面就要有at 这个at就不能漏 alif tav 对 大家应该还记得 我们原来专门为 这个使用at 这个 连接词 或者叫借词 这个使用情况 这是一个最常见的一个情况 在这里面就是他经过那座桥 所以他在这里面呢 就要用到at 所以在这里读是who or where at a geshe who 大家都会了吧 我们原来都练过了 who 是他 男他 在这里面 读出来好像和英语的这个 谁 是一个读好 这是who who or where or where 就是这个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解释过的 经过 经过 你们看到他和avar 多了一个这个love字母 这俩在一块 are in和av放在一起呢 are in就拖住他 就发o的音 or where 这个 ta a的动词 现在是 他的读音 都是按照这个规则读法 o a o a 这种读法 都读成 一个原音是o 第二个原音是a 都是两个音 就是他的这个 单阳的读法 or where eta geshe 所以他正经过那座桥 就是这句话 其实比较简单的 就是为了明白这个 这个avar或者是over这个词 la avo 这个词 他在句子当中是怎么用的 大概是这么一个状况 好 有没有人要尝试 读一下 好 那我们看下一个词 第一个是kva 第二个是avar 第三个就是har be 好 我们看一下har be的例句 shar be har be的意思是很多 shar be 这里有一个新单词 衣服 一个附属 shar be 衣服 我有很多衣服 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有很多衣服 ishly har be bakedim bakedim 可以看到 这个词经常 经常 以后我们经常会用到 这里呢 我们又把它单独列出来 列到这个单词表里 但是放在例句当中呢 它的句子的结构 是我们学过的 就是我有什么什么东西 ishly 大家应该还记得吧 ishly 我们在学习 我有一辆汽车 ishly me honit 是不是 en li me honit 我没有汽车 我有汽车 ish 可以看到 在 语句当中 第一个 yod 和shin 这个词 yesly 我有什么什么 你有的话 就是yeshly har yeshla 这个 这个 句子的变化 大家应该都有一点点的印象 yeshly 和en li 我有什么什么东西 那 这个句子呢 里面有一个新单词 叫bakedim 就是这个词 bakedim gakedim 他这个地方 b和这个gakedim 中间有一撇 因为这个b的音呢 它变得轻易了 gakedim是clothes 衣服的意思 衣服 是和clothes这个词 就是对应的 对应我们中文的翻译 就是衣服 所以yeshly har begedim 的意思就是 我有很多衣服 我有很多衣服 所以在这里面 这句话是 有一个新单词 大家在 大家在看的时候呢 bakedim 这里是vet email dalet 这个前面三个字母 是这个名词的原型 就是单数的情况 单数的情况 它叫baked 它变成复数了以后呢 加上yord mem 它读音 重音就变到后面 bakedim 在e的上面 所以前面呢 baked音就变短 本来叫baked 是它的原型 就是单数的情况 衣服 一件衣服 是baked 很多衣服 是bakedim 这个词非常常用 是一个通称的词 好 那 它的这个例句呢 就是 yesli harbe bakedim yesli harbe bakedim 我们在 看到这个词的时候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这种名词 它是属于常见的词 这很复杂的词 我就没有特别把它 列出来 就像前面那个gesher一样 是为了在这个句子当中 帮助大家理解 好 以后有机会 我们在学衣服 一系列的 学衬衫外套 等等的一些词的时候 会单独再去学bakedim 或者是baked的这个词 好 我们现在把它 放在句子当中练习一下 我有很多衣服 yesli harbe bakedim yesli harbe bakedim 就今天多了个这个 道口的词 好 我也来堂试练习 今天差不多了 那我稍微再把这个地方 在下面说到的 harbe这个词和rav 他们是同词跟还是一个同义词 都是表示很多 rav这个词 大家没有直接接触过 我们接触过 非常感谢 说到rabba 也就是rav这个词 是单数阳性 rabba呢 是在rav后面加一个hey 就是这个字母hey 我可以看到 把这个第一个hey去掉 就是raba 所以他们是同字根的词 同词根 它的词根就是 这两个字母 这两个字母 就是他们的词根 raba 我们把第一个 第一个hey遮起来 就是raba这个词 todaraba 讲是 你直译过来 就是many thanks 所以翻译过来 就是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感谢 很多谢谢 todaraba 就是非常感谢 那他这个rav的这个 他作为修饰词 很多呢 要放在被修饰词的后面 那harbe呢 是放在前面的 在希伯来语当中 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这个形容词 都是放在名词 就是被修饰的 那个名词的后面 在希伯拉语当中 这种做法 是比较常见的 和法语的 这种修饰的 这种词序呢 是比较类似的 但是harbe这个词 ra和rav 是同一个这个词根 也是同一个意思 都是表示很多 那要放在前面 所以在这里 是yes did harbe begetim 我们前面是 harbe is much 是吧 很多时间过去了 是不是 是harbe is much 这里是harbe begetim 所以看到他 在这里面 他的位置呢 和中文 以及和英语 是一致的 它是放在 被修饰的这个 be getim的前面 harbe begetim 它不是yes li be getim harbe 但是我们以后 学到很多 其他的形容词 我们之前学过的 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很多的形容词 都是放在后面 都是放在这个名词的后面 所以在这里 就特别讲一下 这是harbe这个词 它稍微有一点点 色素的地方 而且它和这个 我们已经学过的 rav 也就是rabah rabah是 这个 阴性的 阴性的这个形容词 它是一个词根 今天讲的内容比较多 我以为今天比较少 但是前面的练习 大家都已经练习的 比较透彻了 大家对这个单词 只讲了一部分 剩一点点 我们下次再把它讲完